美国加州从15号起正式松绑大多数的防疫措施 几乎所有营业场所都将解除人流的限制 也不再强硬规定要保持社交距离 除了在医院跟学校等特殊场所之外 已经完全接种的民众是不用再戴口罩了 不过有些专家仍然主张小心微妙 有部分的商店跟博物馆也还是要求民众 入内必须戴上口罩 而另一方面政府也端出新的接种诱因 只要是打过疫苗的人 就有机会可以抽到梦幻旅游套装 还附赠约台币五万五的旅费 旧金山与人码头人潮回流 观光巴士再次载满游客 街头一人热情的表演 餐饮业者看到大批客人上门 也终于露出久违的喜悦 我们感到期待 然后有点疯狂 在15号我们可以进入全能力 我们只能够进入50% 所以那会比较好处 从15号开始 加州的营业场所全面解封 不管是去餐厅 酒吧 电影院 健身房 还是游乐园 都不再受人流限制 社交距离措施同时松绑 而且完全接种的民众 除了上班之外 大多数场合不用再戴口罩 不过学校 医疗院所和大众运输 仍维持部分防疫措施 大型球赛入场前也要出示接种或筛减阴性证明 随着球赛再次开跑 各大职棒球场也纷纷设置流动接种站 打了疫苗就有机会看免费球赛 加州州长纽森加码祭出接种诱因 提供六组梦幻的套装行程 还附赠约台币五万五的旅费 抽中的幸运儿可以去迪士尼一游 或到棕櫷泉享受按摩 甚至是在圣地牙戈学冲浪 政府不只鼓励打疫苗 同时也拼观光 希望借由振兴方案 逐步重建加州旅游业的喜日荣景 终于编译